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来到跟随耶稣 52天约翰福音灵修 今天是第18天 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第6章第16节到第21节 约翰福音第6章第16节到第21节是这样说的 到了晚上 他的门徒下海边去 上了船 要过海往加百农去 天一天 已经黑了 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 忽然狂风大作 海就翻腾起来 门徒姚鲁约行了十里多路 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 渐渐进了船 他们就害怕 耶稣对他们说 是我 不要怕 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 船历时到了他们想要去的地方 今天的经文就读到这里 耶稣基督在旷野里面行了这个无禀二爷的神迹 无疑给当时的群众带来一个非常大的震撼 群众因为吃了五饼鳄鱼以后 他们还想拥戴耶稣做王 在约翰福音第6章15节这样说 耶稣既知道众人要强避他做王 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 因为耶稣不会因为这些的群众要拥戴他做王 他就立实的与他们一起共舞 相反的耶稣反而知道犹太人是因为有的吃 才来接近他 我们可以在26节看到耶稣是这样说的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 乃是因为吃饼得饱 因此耶稣清楚地明白 当时的群众跟随他的真正目的 其实不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而是因为他们吃到了这个的食物 所以耶稣不想跟随他的人 是因为看热闹或者是因为吃而跟从他 而是要他们可以真正地明白他的身份 也就是他是神的儿子 所以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 耶稣行在水面上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神迹 而且这超自然的神迹 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到 约翰是说那是耶稣的第五个神迹 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写神迹这个字 在原文里面是用记号 约翰用记号来记录耶稣的神迹 是因为他要让这些读者 可以借着这一些的记号或者神迹 来辨认出这是神的儿子才能够做的 所以在约翰福音20章21节有这样说 他说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 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所以要让我们去明白 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 这些的记号就指向了他的真正的身份 所以今天的经文就让我们看见 约翰写了关于耶稣是神的另外一个记号 也就是行在水面上 所以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说到 耶稣的门徒上了船 打算渡过加利利海 往加摆农去 但是耶稣并没有与他们同行 16节到17节是这样说 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 要过海往加摆农去 天已经黑了 耶稣没有来到他们那里 同样的事件 我们若是看马太福音14章22到23节 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耶稣没有跟他们一起去 马太福音14章22到23节是这样说 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 先渡到对岸 等他叫众人上去 疏散了众人以后 他独自上山去祷告 到了晚上 只有他一人在那里 无禀二于的神迹是发生在 施洗约翰被杀以后 当时的希律杀了施洗约翰以后 听到耶稣的事情 他以为施洗约翰复活了 所以耶稣就叫门徒离开群众 打算到旷野去歇一歇 因为第一 他们的确是很累了 从马太福音理解 他们连吃饭都没有时间 第二方面 我们晓得耶稣要避开群众 恐怕也是不想让这个政府方面 可以去注意他们 因为希律以为施洗约翰复活了 所以他们才退到旷野去 但是这些的群众 并没有因为耶稣 移开他们 散去 反而他们还跟着耶稣 去到旷野找他 也就因为这样子 耶稣在旷野就以这个 无禀二于的神迹 喂饱了这一些的群众 做完这些事以后 耶稣就想把门徒打发离开 因为耶稣想要到山上去祷告 而经文接下来就告诉我们 看来耶稣的这个安静时间 他想要独自祷告的时间 恐怕又被门徒捣乱了 因为门徒正在渡海的时候 遇到了大风浪 就算他们如何努力地摇这个的船鲁 他们也没有办法 因为风浪实在太大 他们吃尽了苦头 加利利湖或者是加利利海 在地里的位置上 它是处在一个低势比较低的裂谷当中 所以若是有寒流或者是暖流 从山上进入这个谷中的时候 因着这些的寒流 没有办法离开这个裂谷 因此他们就会在这个台上 形成了大风暴 所以这个风暴的来到 就算有像彼得、雅各、约翰 他们这一些经验丰富的渔夫 也没有办法招架 我们相信这个风暴是非常的大 大到就连这些有经验的渔夫们 也没有办法 他们非常的害怕 所以因着这个事情的发生 耶稣的祷告时间就被他们打断 所以主就走过去 在水面上到他们的船边 十九节是这样说 门徒姚鲁约行了十里多路 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 渐渐的进了船 他们就害怕 的确在当时的大风浪 叫门徒吃尽了这个苦头 就连耶稣的门徒当中的 这些彼得、雅各、约翰都束手无策 这个风浪使他们惊慌害怕 所以当耶稣接近他们的船边 这一些已经精疲力尽的门徒 又面对着黑暗且又风暴的这个的风浪 他们非常的惊慌 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 他就说到 门徒还以为看见了鬼怪 他们就大叫大喊起来 因此耶稣在二十节对他们说 是我不要怕 耶稣这里说的是是我这个字 虽然在字面的意思我们看来 耶稣是告诉门徒 他不是鬼怪 他是耶稣 他就是他们的老师拉比 但是在原文中 这一个希腊文 耶稣是用了两次的是我 直译的话就是 我是我是 或者我就是 这里不单只是带着一个强调的语气 说到就是耶稣本人 其实在这里 耶稣更是向门徒宣告了他的身份 也就是他是神 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 当摩西第一次遇见耶和华上帝的时候 摩西问了上帝他的名字 耶和华神回答摩西说 我是自有拥有的 可是在原文里面 上帝当时所说到他的名字 其实就是我就是我就是 所以圣经翻译是用了 我是自有拥有 但是其实在这里就好像耶稣所说到 我是我是一样 所以当门徒听见耶稣说 是我的时候 我相信在原文里面 他们也听出耶稣说 他就是耶和华上帝的意思 因此在这里 耶稣不单是向门徒说到 他已经来到他们的当中 耶稣更是说到他就是神 从约翰福音的开篇 我们就慢慢的看 约翰福音就已经说过 耶稣基督他就是上帝 预备给人赎罪的代罪羔羊 施洗的约翰指着他说 看啊神的羔羊 在五饼二鱼的神迹当中 更是让我们回想到 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 上帝也是在旷野 把食物从天上降下来给他们吃 所以耶稣也可以说是 借着五饼二鱼的神迹 他预表了好像摩西一样 在旷野喂饱了以色列民 这五千个男人吃饱了 而且零碎也有十二蓝的蓝子 今天的经文 耶稣在海面上行走 这个神迹可以让读者立刻的想到 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离法老的追赶时 上帝也借着摩西把红海打开 让以色列人渡过去 因此使水分开是以色列人 他们当中共同的记忆 那就是记载了耶和华对他们的拯救 在摩西之后的继承人 也就是约翠亚 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在约翠亚第三章22节到24节也这样记载 那时你们要告诉你们的子孙说 以色列人曾经在干地上走过了这越旦河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 在你们面前使越旦河水干了 直到你们过了河 好像耶和华你们的神 从前对红海所行的 在我们的面前使红海干了 直到我们都过了河一样 好使地上的万民都能够认识耶和华的手 是有能力的手 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 因此当以色列人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 上帝就使越旦河的河水分开 露出了干地 使以色列人全体从干地经过 好像从前以色列人过红海那样 当圣经说到大水分开 露出干地的时候 其实它在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意义 这里不只是说明耶和华的能力是超越大自然 他更是对犹太人来讲 这就是上帝的拯救 这个的拯救更是表示了 神的大能是战胜黑暗的权势 胜过魔鬼撒旦的权能 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第九节 有这样说 神说 种水之间要有穷仓 把水和水分开 是就这样成了 神造了穷仓 把穷仓以下的水和穷仓以上的水分开了 神说 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 使汉地露出来 是就这样成了 在创世纪的时候 神创造天地 我们看到创世纪一章二节是这样说 地是空虚混沌 深渊上一片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当时在创世以前 整个的世界都处在一个黑暗当中 这个黑暗是满了这个水的地面上 当时当神创造的时候 他的灵乃是在水面上行走 神的灵叫水分开 好像风吹把水分开一样 这个灵字在原文里面是风 是同一个字 水分开以后 就有天上的水和地上的水 神在叫地上的水聚集 露出干地来 在古代近东文化中 水和大水是代表了黑暗的权势和力量 所以当创世纪这样写的时候 同时要让我们知道 神在创造的时候 是以他的权能胜过了黑暗邪恶的权势 那就是胜过魔鬼撒旦的权势 胜过一切敌对上帝的能力 今天的经文 耶稣在水面上行走 他不只是要让我们知道 耶稣的能力可以行在水面上 他更是告诉我们 他好像创世纪那样 是运行在水面上的神 他的力量早已超过 或者凌驾在这黑暗的势力之上 我们若是看诗篇77篇 第16节到第19节 诗人亚撒是这样说的 神啊 诸水见你 一见就都惊慌 深渊也占抖 云中到处水来 天空发出响声 你的剑也飞行四方 你的雷声在旋风中 电光照亮世界 大地颤抖震动 你的道在海中 你的路在大水中 你的脚中无人之道 耶稣在水面上行走 就如应验了这诗篇里面所说的那样 他的道是在海中 他的路是在大水中 我们再看约伯记 约伯记九章八节也说 他独自铺张苍天 步行在海浪之上 真言三十章四节也说 谁升天又降下来 谁飓风在掌握中 谁包水在衣服里 谁立定地的事迹 他的名叫什么 他的儿子名叫什么 你们知道吗 耶稣在水面上行走 正式展示了他就是上帝 他就是犹太人所知道的 用拳头收集风 把水包在衣服上的神 这就是人子才能够做的事情 也就因为这样子 约翰就说 耶稣在水面上行走 是一个神的儿子的记号 因为耶稣就是神 所以当门徒面对暴风雨 他们在筋疲力尽 惊慌害怕的时候 耶稣来到他们的船边 跟他们说 是我 不要怕 耶稣在此不只是向门徒 宣告他的到来 他更是要门徒展现 他的权柄和能力 甚至跟门徒说 他就是上帝 耶稣的到来就让门徒欢喜 21节这样说 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 船历史到了他们想要去的地方 门徒当时在心里 心里上都是最疲乏 他们遇见了暴风雨 他们因这环境的恶劣 看到主的到来 并没有认出他 反而以为是鬼怪 他们因为害怕失去生命 完全乱了阵脚 他们不单只是不认出真正的耶稣 他们更是慌张的以为他是鬼 但是耶稣就向这一个慌张中的门徒 宣告他的到来 他肯定了他们 甚至告诉他们 他是上帝 而且他是行在水面上的神 我们相信 这就刷新了门徒对耶稣的认识 更是肯定了他是神儿子的身份 现在的门徒不单单只是在圣经上去认识神 他更是在真实的经验中体验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在生命中也面对很多犹如大风大浪的场景 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风浪 我们就好像门徒一样拼命地摇鲁 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前行 我们害怕因为我们在黑暗中 我们害怕我们更是因为这个邪恶的力量正在我们的周围 但我们是否记得主耶稣他在山上为我们祷告 我们是否还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就算在大风大浪中 我们会知道耶稣已经靠近我们了吗 或者在这凌乱的大风雨中 我们可不可以认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他的力量大过风浪 他的能力凌驾在罪恶以上 他是神的儿子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主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的能力是完全胜过罪恶 他更是可以平息风浪 他是走在水面上的神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在生命当中面对很多好像大风大浪那样的环境 我们看到这些风浪 我们身在黑暗中 我们没有办法前进 因为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 拼命地摇掳 也只能够在水中挣扎 主啊 很多时候我们因着环境的恶劣 我们不知道你已经靠近我们的船 甚至当我们看到你的时候 我们还以为你是鬼怪 因为我们已经精疲力尽 惊慌害怕 天父 感谢你 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他的能力和权柄 完全超越这些风浪 所能够带给我们的伤害 求主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事件上 经历耶稣的能力 甚至依靠他 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 谢谢你们的收听 感谢你们对这个podcast的支持 若是你们有一些问题 你们想要询问的话 也可以在留言处留言 我看到的话 我会尽量回给你们 也请求你们可以支持我的频道 若是你们用apple podcast的话 欢迎你们追踪 也可以给我打心来鼓励我 也谢谢你们 因为你们的支持 我才能够继续地做下去 欢迎你们把这个音频 分享给更多的人收听 但愿更多人可以认识真道 谢谢你们的支持 愿上帝祝福你 多谢您的支持 您的支持